人生的路上总会有些磕磕绊绊 遇到不顺也是必然的 当我们遇到不顺时不要惊慌 此时更需要的是冷静 这个时候若能做到这四件事 好运会不期而至 第一件事 不顺时 不要自暴自弃 走了霉运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霉运打倒 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和命运作斗争 你强它就若你若它变强 当我们走没运时 或是遇到苦难时 一定要振作起来 若是自暴自弃 即便好运马上就来了 你也无法把握住 第二件事 不顺时 要学会忍耐 交好运时我们学会要谨慎 遭厄运时 我们需要学会忍耐 忍耐是对抗厄运最好的方法之一 因为这个世间的福祸是相依的 或是后面一定是好事 而好事后面也一定是或是 当我们走没运时 一定要学会忍一时之辱 不要盲目去采取行动 忍耐过后 一定会迎来好运 这是世间的因果规律 是真实可信的 第三件事 不顺时 更要相信因果 很多人是相信因果报应的 可当自己走了没运 就开始去怀疑 是不是好人总是莫有好报呢 越是这样去怀疑 厄运就越是不断出现 因为你怀疑因果的时候 就已经继续种下恶因 这样自然会招来更多的恶运 越是倒霉的时候 越要学会冷静 更要相信因果才行 因果法则认为 善不献善果 是在了你过去的恶业 恶不见恶果 是在积累你未来更大的恶报 所以当我们倒霉时 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因为倒霉了 证明过去的恶因受了恶报 一个恶因只能形成一个恶果 了一个就会少一个 少一个恶果就会多一点好运 第四件事 不顺时 一定要多重善因 走没运时恶因恶果 要想化解霉运 一定要多去重善因 当我们在生活 遇到不顺和苦难时 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 是我们应该回家看看父母 多尽一点孝心 多联络一下身边的亲人朋友 给他们一些祝福 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 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真的是山中水 富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上任何事情 都不可能长久的 好运如此 恶运同样如此 所以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 居危思安才行 安逸的生活不会长久 痛苦的恶运同样 很快就会结束 只要你不放弃 学会忍耐 相信因果 多接善缘 好运将不期而至 感恩阅读与分享 慢慢的 我们也踏出了社会 才明白 现实的人与事 往往没有我们想的那抹简单 而我们所想象的 都不过是 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面对爱情 大多人都想拥有 纯真而又美好的真爱 但是 现实告诉我们 你没有钱 别人根本就瞧不上你 面对工作 大多人认为 只要自己努力了 拼命了 那就肯定能长长久久 升职加薪 可现实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未知之术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的工作 面对家庭 大多人期望家里能够温馨一些 孩子伴侣能够和自己相处得好一点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 其实凑合住过日子 已经是上天莫大的恩赐了 世间苍茫人无力 停淡了皆平生缘 有些日子 确实不是我们想过的 有些人生 的却出乎了我们的想象 万事万物 终究还是不能得偿所愿 不禁想起老祖宗的一番话 人生不如一世儿 十之八九 我等凡人 终究只能逆来顺受 理想 终究败给了现实 年轻那会 看到别人有所成就 其实我们内心 也是特别羡慕和期盼的 认为自己能当如是也 但是 随住人年纪的逐渐增长 望住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心已然变得冷漠下来 在不断的打击下 终究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 有人曾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理想是什么 就是一群站在象牙塔上幻想的人 他们天马行空 思绪万千 对世界抱有极大的期望和追求 现实是什么 就是一群站在街边受人白眼的人 他们勤勤恳恳 毫无怨言 只会逆来顺受 而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这两众人 其实我们都做过 前者的日子 无忧无虑 可说到底 感觉还是缺少了点什么 而后者 虽然说让人深感社会之残酷 深感吃不饱 睡不好的痛苦 但是 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 就像你在职场中打拼 你的老板带你怎样 你的同事带你如何 你不知道 只能顺其自然 凭着现实去办事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 我们年轻时候的理想 貌似已然败给了残酷的现实 你现在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吗 每个人内心深处 其实都有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题 我们当下的生活 真的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吗 曾听人说 这世界很奇怪 凡是你所选择的 上天往往不会给你实现 这 也许就是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惊喜 所谓是与愿违 为何会是与愿违呢 其实 想要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 不仅要靠我们自己的奋斗 更要靠你的时机和命运 天时地利人和凑齐 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想 但是 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连自己都很难做好 又何谈能够凑齐天地人这三者呢 所以说 当下的生活 其实都不是我们内心所想要的 我们想要过上朝九晚五的日子 可现实告诉你 你只能过上九九六的生活 不然 你连饭钱都赚不到 我们想空闲的时候就去旅行 可现实告诉你 上班都莫有上购 钱财都还未赚够 又有谁有底气去旅行呢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我们每个人 终究活成了老舍先生笔下的响子 活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润土 甚至有些人 活得还不如他们 生活最大的缺憾 并非是我们活成了谁 而是我们终其一生 也达不到梦想的彼岸 以及所谓的失于远方 未来三千世 愿托浩月以明鉴 刘伯温有言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其实人活一世 很多时候的很多事儿 貌似已然注定了 哪管你有什么想法 反正就是难以改变 有些人就会认为 为何非要那魔悲观呢 为何不与命运和现实挑战一番呢 说实话 我们每个人都曾有 拔剑向天的勇气 可这番勇气 只存在于年轻时的 冲动的时光里 一旦过去了 那就消失了